看看现在北韩很频繁的在试射飞弹引发高度关注 南韩总统尹席月在今天发表演说的时候说 北韩已经完成第七次的核武试验准备了 如果北韩愿意放弃核武重新启动对话 那么南韩政府会愿意提供政治与经济层面的协助 同时尹席月也强调南韩将加强跟美国日本的合作 提升对北韩的威慑力 因为现在俄罗斯的威胁 那么北约成员国包括像是德国 英国丹麦比利时爱沙尼亚的军队 在爱沙尼亚的军队的基地举行 名为波罗的海之火2022 为期一个月的联合军演 持续来看 我们已经感到突然发现 旦上英国和战争国武装 中国香港人的慰富进行连离 加弥陀劍 现在市场富有些发行尼亚的军队 飞约掷位 这都可以在家里面 但是我们也将来重新掷位 各國都有出動精銳的部隊 海軍空軍部隊模擬戰爭的狀況下 能夠有最快的速度部署 由於愛沙尼亞跟俄羅斯的邊境只有300公里 所以俄乌戰爭之後 愛沙尼亞當局也感到備受威脅 所以就呼籲盟友要加強防禦 另外接近烏克蘭西南面的北約成員國 羅馬尼亞也是感受到了威脅 美軍將近80年來是出動了有 豪教之音之稱的101空降師 部署羅馬尼亞要加強北約動力 好就要邁入80歲的美國總統拜登 在24號他不知道是在開玩笑還是講錯話 他在出席白宮所舉行的印度排燈節活動的時候 為副總統賀錦麗送上生日的祝福的時候 他再次將賀錦麗誤稱為總統 好真的是一個冷笑話 除了說是總統之外 他甚至還開玩笑的說賀錦麗今年30歲了 引發全場哄堂大笑 因為其實事實上賀錦麗今年是58歲 另外還有攝影師有特別捕捉到了這個畫面 同一天他出席白宮的植樹活動之後 原本應該要走回辦公室 可是原地墮布他是忘了要走去哪裡 還是不知道接下來的行程呢 雙眼好像有點無神似乎沒有什麼方向感 在保安的指示下才找到正確方向 好我們來看到中國大陸前總書記胡錦濤 在22號20大閉幕會上突然被駕離場 好這一幕呢也是引發全球的高度關注 對此呢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在例行性計程會的時候沒有給出確切答案 好為什麼整個人是被拔起來 被幾乎呢是被請走抬走的呢 他只有回應外媒說胡錦濤是因為身體不舒服 我才會離場 一個問題從Reuters 有幾個國際觀看員們 和資料都看見 中國大陸主席胡錦濤 被人們從大延遇到大延遇到 在雙方20大選舉辦公室的聖課 在雙方的聖課 這不是一個外交問題 既然你提到了 我注意到新華網記者 已經發布了有關的信息 你可以查閱 如果感興趣的話 好 輕輕帶過 那麼我們就要來看到 中共二十大剛落幕 那麼習近平任命為新一屆的高層 也是引發了關注 其中有北京市委書記 升任為政治局常委的蔡奇 在2012年的時候 曾經來台灣 探望她的二舅舅 所以被稱為是支台派 而主導8月圍台軍演的何衛東 也晉升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 學友就分析了 習近平的這次人事布局命令 可能也顯示在第三任期當中 對台灣的政策將是重中之重 解放軍8月圍台軍演 大規模封鎖台灣 其中主導這次行動的何衛東 這次在二十大更是連跳三級 晉升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 並監管聯合作戰指揮中心 何衛東在二零一七年升為中將 一九年就被拔作為東部戰區司令 並負責八月圍台軍演 這項人事命令也反映了習近平對台手段 未來將更加強硬 我們堅持以最大誠意 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 但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而另一位受到矚目的是 升任為政治局常委的蔡奇 蔡奇在二零一六年擔任北京市長 而她和台灣也存在源源 在一二年擔任浙江省委常委時 她曾經參訪台灣並記錄見聞 因此也被稱為知台派 對台灣相當了解 蔡奇當時留下訪台日記 指出這趟旅行最主要目的是 探訪十四年沒見的二舅 她也南北走透透 從高雄南童新竹 一路去到北北基和宜蘭 而讓她印象深刻的則是台灣便利商店 她並表示出訪台灣 讓她感受到兩岸同根 寶島自古屬於唐山 想了解台灣的話就必須走訪基層 另一方面外界預測 下屆國台辦主任 可能會由現任外交部 黨委書記齊玉出任 齊玉在外交體系工作多年 主要管理台港澳工作 齊玉是誰呢 就是現在中國大陸的 中國外交部的這個黨委書記 那如果是她的話 那國台辦的走向 會變成比較狼性 就會跟中國的外交部 現在的王毅的狀況一樣 所以我覺得說 她把訪台獨 寫入這個黨章裡面 這是一個趨勢 也是她代表她的決心 那對台只會越加越剛硬 學者分析 習近平二十大人事布局上 不是選擇對台強硬派人選 就是使用支台派 可以看出兩岸問題 在習近平第三任期中 將會是重中之重 記者劉家宇報導 可不可以看出這位 這是那些人妻市民 為了一個趨勢